彩莲天降一箱扑鼻 这是2000年浦多山原音老人火化时的真实画面 人群中三道金光乍现 壮若莲花 最终缓缓移动 聚焦在原音老人的遗体上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40多分钟 等到徒弟们寻找设立时 离奇的一幕发生了 这件原音的骨头晶莹剔透闪烁着淡淡的绿光 与此同时 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不经而走 早在多年前 老人便已经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时间 甚至还提笔留下了一道预言 当结果揭晓时 所有人都被吓得倒吸一口冷气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一则预言究竟是什么 难不成这世上真的有修行得道之人 让我们穿越时空 一起回到1989年 这天84岁高龄的原音老人 突然从打坐中醒了过来 然后叫来亲传弟子 神秘兮兮道 为师将在2000年元祭 届时将我的遗体放在普陀山上 两个月后再进行火化 切记切记 望着恩师赫发童颜的模样 在场弟子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但碍于尊敬 还是敢忙点头答应 转眼十年过去了 这期间 原音老人照常念经讲座 一日三餐也没什么不妥 仿佛早已忘记了当初的预言 就在徒弟们心里的石头即将落地时 该来的还是来了 2000年2月 原音老人突然对大家说 我马上就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了 避免大家恐慌 先做个榜样 此话一出 徒弟们个个大惊失色 面露不舍 其料老人却笑着道 我这是回老家 没什么难过的 然而奇怪的是 从始至终 原音身上都看不到一丝病入膏肓的痕迹 又过了几天 2月5号深夜 原音老人照常端坐在椅子上 与身边之人讲论佛法 45分钟后 突然抬头望向半空 仿佛见到了什么 然后缓缓坐下 双眼合臂 表情安详 等到弟子上前观察时 老人已经圆寂 由于恩师早有预言 隔天的丧葬仪式进行的井然有序 众弟子将他缓缓装入棺内 身上盖满精被 旁边还时不时传出哽咽的礼佛声 与此同时 天南海北的善男信女们 起一具普陀山等待着两个月后的火化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当天 匪夷所思的场面出现了 彩莲天降 一箱扑鼻 这是2000年 普陀山原音老人火化时的真实画面 人群中三道金光乍现 壮若莲花 最终缓缓移动 聚焦在原音老人的遗体上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40多分钟 而且最令人惊恐的是 老人早就猜到了死亡时间 甚至还留下了一则精士预言 火化当天 众人围在普陀山画山摇前 等着宋大师最后一程 就在遗嘱宣读完毕时 下一秒天空射下三道金光 将上百号人笼罩其中 就在大伙被异象吸引时 这件一朵三彩金帘浮现在半空中 一边绽放着紫色光芒 一边缓缓地移动 这一幕被摄像机清晰地捕捉了下来 此刻场内的众人屏息宁神 注视着金帘 一点点向前飘落 最后定格在原音老人的胸口 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得沸沸扬扬 第二天减一股时 围观人群又暴涨了数倍 这件灰烬里散落着一些晶莹的颗粒 拿起来一看壮弱弹珠 光滑剔透 闪着悠悠绿光 这些正是佛家所谓的舍利子 只有达到一定修为的高僧 才能拥有 外观往往五彩斑斓 坚硬如实 将舍利子保管好后 原因老人剩余的残骸 全部洒入大海 在佛教徒看来 海葬是火葬的延续 也具备往生极乐世界的能力 葬礼现场 子弟们不断地将各种鱼虾抛入水中 这是在给老人集阴德 也就是俗称的放生 因为佛教讲究轮回 种阴果报应 人死后会无限次地投胎转世 前世的阴就是下一世的果 而像原音老人这般 能够参透生死修成正果的 可为少之又少 就在大伙缅怀他的离去时 一则消息突然惊动了所有人 原来就在老人临死前 他曾留下了四句谶语 百年一龙 兴吞天下 避诸神舟 威震万事 这到底该做何解释呢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释 更加离奇的一幕发生了 彩莲天降 异相扑鼻 这是两千年 普多山原因老人火化时的真实画面 人群中三道金光乍现 壮弱莲花 最终缓缓移动 聚焦在原音老人的遗体上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四十多分钟 不久后 老人留下的四句谶语 更是震惊了世界 就在外界围绕着预言 议论纷纷时 当日曾参与火化的知情人士 爆出了一则猛料 原来就在前一天 普多山上还是阴云密布 冷风怒号 可随着仪式的开始 天空突然放晴万里无云 紧接着还在尽头 出现了疑似龙凤的图案 整个过程维持了数个小时 连当时的记者都一脸吃惊 而这还不是最神奇的 隔天画画结束后 在剪射历史 晴朗的天空突然现出五彩光芒 犹如视频开头的那朵三色金脸 不断地萦绕着众人 直到仪式结束 除此外 还有一些僧人透露 原因老人生前 并未染上重大恶极 身体更没有因为器官退化 年龄增长 而释放恶臭难闻的老人味 相反的 在其缘济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这味道沁人心脾 一直到火化才慢慢消散 霞光金脸其香 经过多次走访 很多专家怀疑 火化当天众人目睹的奇景 应该与原因老人有关 那些斑斓的霞光 和这些异乡 很可能存在着某些联系 只不过碍于当天环境太过复杂 再加上原因老人的遗体 又全都海藏 估计真相只能交给时间去揭开了 至于大师临终前留下的这四句称语 因为主观原因 房间有多种解释 但大致的内容是一样的 意思是 到了2024年 世间会诞生一位圣人 此人文才武略 惊天伟地 乃是百年不遇的大才 即长大后能率领华夏族实现复兴 重回汉唐盛世 让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当然了 此等预言 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 再加上以讹传讹 人云亦云 最多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